好,老師呢,您如果把這個pick-pick呢,執行了 它應該預設會有這個畫面跑出來 其實這個畫面有沒有都沒有關係 就算我把它關掉了 我把它關掉了 您在右下角這裡,我們的通知列裡面,請問有沒有看到它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在右下角這邊,也會看得到它 就這個調色盤 那麼其實這個軟體的介面啊,老師說 如果您有用過那個叫做小畫家 你會覺得Windows 7以後的小畫家跟它有點像 但是它會比小畫家強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平常其實我會兩個軟體一起搭配 就是Sneed Pass剛剛介紹那個,加這個 那它本身,本來我們的這個pick-pick呢 就是為了要解決我們的螢幕截取的問題 所以我們大部分它也有截取螢幕的功能 也有截取螢幕,你看在這邊 有沒有很多截取螢幕的功能在這裡 包括全螢幕,各位最常用的 包括什麼 使用中視窗 有沒有 這裡 然後呢 我們最常用的應該是矩形區 就是我只要啟動一個區塊就好了 這是最常用的 甚至你可以用手繪的都可以 這是比較特殊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呢 我剛剛這一段 我要這一個圖 大概是這個 這邊 好,這裡 我先用Sneed Pass的,我把它抓起來 您也可以用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那個 好,假設我把這個畫面 我就複製了 複製了 我可以來我們的pick-pick這邊 我把它編輯器打開 你看這裡 我把編輯器打開 開新的檔案 欸,它會自動幫我抓到什麼 你現在剪貼布的大小 有沒有 所以我會這兩個軟體去結合 那如果像老師現在 教室的情形是 你沒有這個軟體 Sneed Pass的 也沒關係 用pick-pick也可以抓 所以我先弄一個給您看 我這樣把它貼上 這樣就進來了 那如果說我想自己抓的 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影片 好 你來這裡 一樣找到它 螢幕截取 其實它有快速鍵 但是我就先不要 有沒有個 矩形區域 因為我們最常用的都是局部而已 局部我要 好,我就來這邊報的畫面 拖曳一下 它會告訴你 你有抓的範圍 放開 把鼠放開之後 它就抓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單標準 有沒有 上次就抓到我要的 那這兩個都抓到了 可是 您看一下喔 有什麼不一樣 平常各位還記得 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 我都跟你講 Windows的剪貼簿好不好用 不好用 永遠記性不好對不對 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所以 我們剪貼簿 有加強 但是呢 你看我們這裡 我剛剛加的一個 有沒有在裡面 圖片一圖片二 圖片一圖片二 是不是都還在 所以你只要有放到這個 PigPig裡面來 它的視窗是可以一次抓 幫您管理多個這些 所謂的螢幕的截圖 螢幕的截取這些圖片 那您就可以很方便的來這邊使用 隨時 欸我就可以回到這邊 來 使用它 這是第一個優點 第一個優點 第二個 欸 老師您在 截取畫面的時候 需不需要畫一些 所謂的柱節 橫框啊 或者是箭頭啊 那Slimpaste有 這邊有沒有 當然有 而且我比較喜歡它的 是在這裡 您看我們右手邊 因為我們現在畫面比較小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些箭頭 然後 這裡 欸 如果說我是用這個 這是最單純的 我先做一個給您看 像這樣 好 那沒有問題 反正您只要在這邊 隨時還可以做調整 那我們再來看喔 在這裡 箭頭 欸這就不一樣了 這個箭頭就可愛多了 你看 有沒有可以自行調整 看您要怎麼 怎麼彎 還是您會在那個Word裡面 用那個 下面那一列 下面那一列 不是有一個繪圖工具嗎 用那個會比較好做嗎 應該不會比較好做喔 因為等你Word打開 我這邊該做的事 要是做完了 有沒有發現 那重點是它這些工具 你都還可以再繼續調整 還可以繼續調整 甚至怎麼樣呢 您看一下 我來這裡 這裡有放大的效果 有看到了嗎 有沒有 如果您有某個關鍵字 比如說您的文章裡面 有時候老師您要介紹文章 那我就是這個關鍵點在這邊 你可以把那個範圍放大 那個範圍放大 那這裡我就先稍微把它刪除一下 另外一個 它有圖章的概念 你看吧 有沒有很多預設的圖 這裡 有很多預設圖 所以今天如果說您有需要 比如說您的 像我一般在教學上 我會有一些步驟式的 我就用上面的 它很聰明喔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 你看喔 我現在用的是這個 有沒有123的圖章 我點一個1 你可以這裡有不同的樣子 你看我再點 有沒有自動變2 再點 有沒有自動變3 啊萬一錯的怎麼辦 難免還是有可能錯啊 這個時候您看上面 您看上面這一塊 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用3下一個是不是 萬一你1 3 5 你就自己換嘛 所以它的好處就像這樣 這種步驟式的 或者是有一些程序的 你可以像這樣很輕鬆的 就把它加進來 而且效果都還蠻不錯 那當然形狀的部分 不見得一定要是圓的 可不可以用方的 因為有的人喜歡用方的 那些顏色都可以改啊 這個就是我們用 剛剛Sneak Paste做不到的 那也是PickPick它算比較特殊的 有沒有比 跟我們一般用小畫家來講 在這種註解的 圖片註解上 是不是相對比較好用 比較不會說 欸好像我要什麼就沒有什麼 那種感覺 好像都只能用畫的 然後方框 就只有這幾種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它的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什麼 它的這種箭頭 它有曲線的箭頭 甚至 老師如果您想要 不一樣的箭頭方法 有沒有發現上面這裡可以選 這些都可以選喔 不見得一定要預設的 如果你比較喜歡 像這樣有一點的 對不對 頭是一個一點的 那我就這樣子加進來 你點到它 它裡面這些屬性都可以 那加入文字更不用講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要做註解的話 一定沒問題 像我在這邊 假設我要加入文字 它的文字這邊 一樣你可以框起來 就在這邊打 但是要注意一個地方 好 我把那個新聞內容 我稍微加進來一下 欸 各位還記得123嗎 這樣 這個還記得嗎 你要321我不反對啦 反正選得起來就好 就是整個段落選起來就123 連點滑鼠左鍵三下就好 123 好 我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那您看一下 我如果要這邊打入文字的話呢 貼進來 這樣子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有沒有發現它不會折行 因為我這個字是比較長 結果它並沒有往下 為什麼 因為它這有兩個功能 您要稍微看一下這個文字的這個框框 在這裡 如果您希望折行 這裡要按下去 就這個小地方 可能您會 有時候覺得奇怪 為什麼沒有 就是 在這裡 如果你打入文字的時候 你 文字比較長 比你框顯的區域比較長的話 你要這裡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到邊界就折下去 因為它預設子這裡沒開 這樣有沒有注意到的 好 所以 稍微留意一下 像我現在這邊 我就把它按下去 這樣就進來了 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 我在這裡拿過來 當然您的文字 如果您想要這樣子 可是呢 又要它清楚 可以幫它加上一個背景 有沒有一個叫填滿 就是有外框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在用office那種感覺的 對不對 有外框的顏色 有填滿的顏色 那種感覺 所以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甚至你要不要幫它加上這個框的 要不要幫它加框 那框的顏色是什麼 都可以做調整 來看一下 喔 這黑的 外框 外框 你看現在是無線條 你也可以一個實心的 你幫它加上一個適合的外框 這樣 這樣 了解嗎 好 那麼好了之後 一樣您就把它複製 就準備貼走 就好了 就看你要複製到哪邊去 所以 您剛剛 處理的那幾張照片 有沒有發現都還在 隨時要拿來用都沒有問題 所以 平常我現在比較常用的方法 就是 我會把 Snipex 跟PickPick 一起整合起來用 抓小圖 我用Snipex抓一抓 那需要比較進階的編輯 我就拿到什麼 拉到PickPick來做 做完了 我就再貼到我要的地方去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應該 大部分老師比較會用到的就是 做教材也好 或像這個 螢幕的擷取 資料的抵對 甚至我只單純單純便利貼 欸 大概這兩個軟體 應該就可以處理掉 各位98%以上的問題 除非說要做比較進階的 我們可能才要 比較完整的那種 影像處理軟體來做 所以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